大家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二 是总收之日 月圆之夜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狼人了 狼人这件事存不存在? 存在 不过今天先讲了严正声明 第一,就有骗徒在这里 所以大家记住 若然如果出现有东西的话 第一,我没有Facebook,没有Telegram 如果你找到有我的墨头在这里的话 麻烦你打1822页 或者是其他很多是 古评人的话,你也可以打1822页 好了 今天要讲狼人的股市 狼人 在古代传说里面 凡是月圆之夜,特别是中秋节那天 就会有人狼出现了 所以今晚所有的是 女士 要小心 男士 要小心 不过我说的 谁是女士或男士呢? 就不是一般的女士或男士 而是金融界的女士和男士 女士 历史上 很多次 起中秋节 是出现市场突变的 是出现市场突变的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这个很简单 因为中秋节 起一个是亚秋区等等 都是一个节日 大约在80年代左右 香港的外汇市场很厉害的 就是那天有一天 中秋节 人人都下班 提早走 回去看月亮 于是 就是在伦敦时间五点钟的时候 五点零一分 有一年了 我忘记哪年了 突然之间 是汇市大跌 那这个是跌的日子 那个时刻 是刚刚在这个办公的时候 那天是礼拜五 是礼拜五 很多时候 外面的人就是 Happy Friday 于是 就是 走去 5点钟 就白正 放工了 因为他们也想着 香港没什么事 当时香港 是外汇市场很厉害的 于是 很多你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都是这样去 白正随碟 伦敦又放工 我们这些人放工 就走了走了 一走的时候 我其中有一个做外汇的朋友 他由香港同楼环 这个隧道 是入口 当时 在隧道里面 是没有 这个 是收到电台的 亦都没有任何的电话信息 可以拿得到 外国的 亦都所有的电梯 都是没有这个 市场信息 因此 那个人 一退到 红磡之后 收到消息 因为 刚刚出了来 就收到消息 找到原来 会市大散 他立即 以由红磡 一个屈尾室 回到中环 我说这一件事 所谓月圆之夜 会不会引起人的 浪性的变化 这个 用后去说 不过 大家去找 我不作猜测 不过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在一些 特别的时刻 是有人 部署大局 去真正 立一局 就是在那次 就是在争取 在伦敦 坐着电梯 不知道什么事 因为人们完全离开 香港 很多人都是这样 完全离开 于是 有些人就特逞了 亦都自此之后 你有没有留意到 现在所有的 商业大厦里面 重要的商业大厦里面 的电梯 都可以接收到 金融资讯 就在那年之后开始 这就是中秋节 金融浪人的故事 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记住 听着 好了 那我看看今天 做什么呢 哇 很多板块 中手切 变了 变了 我都说变了 是不是 狼人出来 狼人出来 还要看看市场 好了 现在你争取 这些什么 升的板块 就是这样 什么都这样升 这么英资的东西 指控林业就不太好 家人换你 不是太好 银行 保险资讯 计划 特别银行方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以前是企23位 32位 今天是第4位 第3位 即是由 是包尾 这样的东西 说声上来 好了 那我们看看 这些东西 就是 指块方面 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 好 资讯科技方面 就有这些 这样的东西 小米 是OK的 好了 接着有保险 保险 很多都是很厉害的东西 一直都说 大家要留意保险 除了这个银行 也要留意保险 因为银行方面 就会被人 要借贷 等等 保险就不是 是很多东西 可以说 有利于它 盈利的增长 银行也有上升 Very Good 接着有个人家庭 护理的东西 啊 这就是这些 很小的东西 好了 来到这里 我们看这些 角度的板块 挺好的 一片红 是不是 这个美的集团 今天是上市的 升了80% 升了80%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的 栏目 有见着大家 去认购美的 很多人认为美的 就是那个 即是 认购额 是以为 它是 国际的 就OK 人家在香港 好像认购不太好 因为A股不太好 这些东西 始终 很简单 我这篇文章里面 都说了 有一样东西 就是 在街上 开了五间新店 就是IPO 新上市 有一间 吃过不太好 第二间 吃过也不太好 第三间吃过也不太好 第四间也不太好 那第五间是不是一定不好 要看 人家是什么 美的是在做什么 根本是有实力 和有 业务 好业职差 支持的公司 其中包括了 一样东西 它是白色家电 美的和格力 可以自家 以及 等一样东西 都是 中国的四大家电的龙头 是不是 还有一样东西 在这点里来说 阿爷还有救换身 就支撑到他了 所以 你也要考虑一样东西 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 一样东西 阿爷怎么来拆香港股票呢 就是这样 给一些好的公司 来香港出来 第二样东西 又比好像阿里巴巴 可以 这个北水 可以去买 那你就可以了 阿里巴巴 如果大家一来到之后 你认为 港交所的 成交金额 会多了多少 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去看 若然港交所 成交金额 在1200亿 港交所 是站起 可以$250至$300 1400亿 就可以站起$300 之上 1500亿 就站起 可以在$400 不注意 去$5000亿 一天 就是$500 所以 港交所 不要看少 因为 以前没有这些大牛归例 不行 即是有了大牛归例之后 是可以支撑到港交所 的成交 是将会上升的 今天这份 是中秋月饼 希望你喜欢啦 好了 看看 这个是 其子 其子方面 很简单啦 都说 它会升穿 和普特加通道中族 这条线 我画过很多市 这条线 是 可以到哪里 可以到这条线 所以下一转时 应该是 102至105 再跟着升穿的时 将是 195 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位 这个位 是很简单的 这条线 将会由这条线的升幅 即是这条线的升幅 是这样的 这条线的升幅 在178的时期之中 这条线是 1400 1400 再上去 这条线是1400 从这条线突破上去 然后 150 那条线就是1400 很简单的 好了 所以 我一直都是对 A股和港股 是有信心的 八道的 坚持是一件事 总乏有日 池有日 农村粉 不会 天天附壇 拿下 Haw 涉 handle 我们ением 昨天 又若 仲須有日龍穿鳳,不會日日顧穿鳳 今日英雄鼻群沙妓彎,始終有日出中環 節日加起來好像有些浪姓出了 中環煤氣